我們出發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去卡巴國家公園了 早安,我們現在一早進來買便宝 我們要去卡巴的國家公園 今天要去兩個地方 今天要去卡芬了 我們現在到了卡巴的國家公園 然後後面這邊就是機車停車場非常明顯 看他寫停車場 其實旁邊小貓也會叫你停車 但他可以通過 我們要去卡巴的國家公園 我們要去卡巴的國家公園 我們要去停車場 我們要去停車場 好,我們要去停車場 我們要去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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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去停車場 你們要去停車場 然後這是一個人80塊 所以兩個人就是160K公園 因為他這個門票有分很多區 所以說現在我們要去別的地方 這個洞我們也是可以用這個票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買了 下面的那個10塊岩的洞 對 他說這個也可以 那現在出發吧,GOGO 你竟然可以先去廁所 在這裡嗎? 你要急著肉依 對呀 今天的洗手間就是大家從路口進來之後 右轉 你可以看到一個WC的字樣 然後你就會一直走進來 但你會看到很像民宅的東西 你不要衝進去 他要過了民宅之後的旁邊 就這裡啦 所以我們剛剛也是找了一陣子呢 嗯嗯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國家公園其實它有很多種不同的路線 喔對 它有些路線甚至可以走到快將近到海邊 然後可能要走4、5個小時 剛剛那個門口賣票的大哥 很友善的笑咪咪的大哥 就跟我們講了 他說 我覺得他如果小鳥 雖然從停車場後面繞過去 我們現在在這邊 綠綠的球球 對 就只走右半點 就這樣上去之後回來 這邊也有人在賣行程 然後在賣行程的話 有很多就是 可能一個人就是4、5百之類的 嗯嗯 然後他可能會帶你走4、5個小時 然後最後從港口 接你回去你的住宿那裡去 然後 平 land 平安 然後他就說 所以我們走的這條是遠近遠處 然後他說去程是一個小時 回程是一小時 所以透透是2小時 因為我們今天只大家去兩個比較簡單的地方 因為我們假設 再走到海邊去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回來 因為我們沒有買那種教則 對 對 可是我們已從終究還是回到山林裡的 走到哪裡都要爬山就對了 沒辦法啊 這次就是深度之旅 我們有些時候會想去一些比較 比較去的地方看來不通的地方 對 就是比較不要去大家都會去的地方 覺得這邊的山路應該不太好 我也覺得 不看大家那麼休閒 因為我發現大家體力不是太好欸 就是我們很常在戶外遇到一些人很好玩 然後也有人穿拖鞋跟後皮涼鞋 我們現在在這邊 我們要從這樣走路上來這邊 我們要去這個NGU這個地方 這個PIC 然後就回來 好 我們看到這邊還有寫NGU 所以我們就往這邊走吧 所以過這間店之後我就看到搞事台 然後就一直往前走 然後就會看到我了 所以你會一直在這嗎 嚇人喔 我在那邊走錢 感覺好像等一下很上坡 認真嗎 喔真的耶 看起來是直上的石頭 加油吧 基本上走前面都會這樣往上坡 呵呵 欸 它真的很森林的感覺 像無聊天一樣 呵呵 前面樓梯就後面了 前面就讓我崩潰 沒錯 影像還蠻帥的 對啊 這實在蠻帥的我是做得不錯 跟大家分享一下鳥叫聲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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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啾啾啾啾 哇靠 前面也有看了像是山坡掉下來落石 這個條山的難度應該不太高 對 因為這邊很多人穿拖鞋 老實還是建議穿布鞋耶 這裡 這裡好像後製的喔 很特殊的石柱啊 就是因為他們其實是以前的火山 火山爆發然後地震帶 對於基礎啊 所以他們的形狀是這樣子 而且它都是很超尖銳的 其實我覺得很像珊瑚礁 但是它卻是在山上 超酷的 給大家看一下 有聽到這個聲音嗎? Q1Q1 這到底是什麼聲音? 感覺不像是人工的耶 感覺是動物 增在高高的地方 走了這樣子 10分鐘只走200公尺 這裡其實有點可怕就是 可能太悶了 因為植物很密 所以 肉依跟翔走哥都狂暴 翔走哥的T恤整件都濕了 我全部都濕了 可是我不是一個很會爆汗的人 對啊 但是我也是耶 這應該是我目前來越南 就是留隊多汗一次 可能是因為我們來山上 就是一定要穿長褲 不過有些原因是因為我們 我們現在爬站都會穿長褲 對 第一個是保護被割傷 第二個是東南亞這邊有很多 蚊蟲虐疾跡類的 沒錯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會去保護一下我們的腳 免得被一些蚊蟲叮咬 到做會滋滋之類的 然後手部跟頭部就是通常而已 這段比較陡啦 對啊 而且又很滑 多濕滑 這裡真的是正規路線嗎? 看不到路線 我們要到了 我就覺得這邊的開闢程度 大概是 突然有蛇從石洞 還是從草堆衝出來 你都不會太訝異的感覺 大家看一下翔走哥的T恤 特別 整線都濕了 現在走到途中 就是有徐徐的微風 覺得幸福 快點繼續加油 我們大概在三分鐘就到三點 而且你看它中午石 我剛以為是一隻牛 整人家竟然是中午石 是中午石的 對 我以為是牛 嚇死我了 超帥的 你看 它竟然編織編織 結果到這裡 完全超像 人工的神節耶 不知道為什麼這邊貼滿的貼紙 對 我真的要講 最好笑是怎麼會有人貼它自己的大頭罩 來吧 來吧 來看你的爸爸 去吧 你太強了 蛤? 不不不 你帶了一個小孩 太強了 哇 你看 這S型的階梯 哇 你看後面 它的山其實是特別的 終於到了 你哪個這邊休息 你還是這樣 來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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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是我們的路口 那邊是我們的路口 因為我們路口 不是有條直直的很長的路嗎? 小嬰兒像我爬完算一樣 上來的景色其實蠻好的 重點是超級厲害的 對啊 其實景色還不錯 因為這邊算是一個制高點 對 幾乎可以看到300度 沒有到300度 因為旁邊有個山頭 呵呵 不過難度大概幾行 1到5 1 2 3 3 3 因為大概走一個小時而已 對 但我覺得有點可惜的是 其實它的景色還蠻好 會嗎? 我覺得蠻漂亮的只是因為 它人間度不好 人間度算很好的 我覺得今天 很有 這個景色 我推薦它來的 對 1 2 3 3 4 因為我覺得它蠻容易 但是它沒有讓你非常的驚喜 對 我也是 可是如果你來有時間可以嗎? 對 然後走上去就是二樓 二樓就是觀景台 然後這邊一樓 直走其實也是可以到另外一個觀景台 我覺得那邊更有大自然的感覺 因為那邊沒有這種涼亭 它就是純石頭 拍照起來蠻有感覺的 剛才那個塔旁邊的另外一個展望景 這邊也蠻好的 對啊 比高正的恐懼 它不太敢站上去 不太敢站上去 小心喔 慢聞 慢慢慢慢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幾車其實蠻漂亮的 對耶 這邊比剛剛更推 天哪 那分數提高分數提高 而且這邊上面有山谷 好棒喔 不過這邊更沒有人 這邊比起涼亭更沒有人 對 可是涼亭很舒服 涼亭那邊有風也很舒服 我覺得涼亭那邊風向比較好 老實講 但是這邊很棒的是 你看那裡有個平原耶 超可愛 横角的角度 超威的 而且這裡沒有什麼人 超棒 這邊從涼亭走過來大概五到十分鐘 那有看到涼亭嗎? 涼亭就在那個位置 小門開就沿著被他走過來 要看一下翔走哥現在站的位置 剛剛肉依是站在這邊 哈哈 嚇死我了 現在陸陸續續蠻多的懷疑 肉依是不是到底居高 這件事情 所以看起來是 進步很多對不對 我們其中一個下坡路段的樓梯 哈哈 跟他分享一段這邊 狂叫的慘的聲音 下一個景點就是 別浮動啦 這個運動藥我覺得喝起來很像吃魚 沒錯 比較刺激的運動藥 對我覺得它是運動藥加雪碧 然後再加湯 很難想像的 他廁所使用費是一個人2000K 但你在入口那邊 剛剛那邊上的話 就不用錢 那個猴子身上有一些元素 可以製成一種釣 所以就是很多人 過度的獵殺 導致他現在數量 只是變成全世界上61隻 所以政府在保育他們 然後他說那個猴子很特別的是 他在剛出生的時候 全身都是黃色的 黃色黃白色的 然後他慢慢慢慢長大了之後呢 他會身體 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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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黑色 旅行的時候 有些時候我們學到 不是單純只是去看看一些景色 其實我們也學到了很多各國的文化 或者是他們的地質 現在是我們的午餐休息時間 給你們看越南的麵包 超可愛的 欸 你那個多少錢呢 這個10K 為什麼你這樣會比我便宜 我超一堆問號的 而且他們是用這種皮帶塑膠在裝 也許已經放了久了 所以得夠嗎 集齊品 然後模擬這看來是巧克力月亮 然後停車場 然後發現一件很驚呆的事情 除了旁邊有一位大哥 很好心幫我們顧東西之外 我們剛剛竟然完全忘記這個 手機 好險他在躺在這兒 太神奇了 可是剛剛這大哥很好 他剛剛就一直提醒我們說 你鑰匙要拔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在整理 鑰匙多安全嘛 他就說你鑰匙先拔 鑰匙先拔 他怕我們忘記 就我們家也是忘記手機 真是不良事 反正就是大家要注意 可是我覺得我們也滿幸運的 所以可能商村跟真的城市 就差很多 哈馬區 開燒城 開燒城 他也好開心 售票要停 就是這個小小的地方 不過他的這個售票坪 跟前面的不同家公司營運的 所以這邊要額外買 哦 對 一張票是40K 沒錯 好 路口就是這邊 他剛剛說來回會花25到30分鐘 然後我上網看一下照片 我覺得這邊可能以前是拿來當醫院使用的洞穴 哦 有可能 因為他裡面有放一些病床之類 所以他還在Hospital Cave 對啊 所以看來是一個歷史古蹟 不是那個大自然的 都是樓梯 也是樓梯 也是樓梯 喔 嚇我一跳 他竟然就是嚇我一跳 對 安全房間就是這個 應該是警衛室 我們請來的時候 我們問一下那個門口的人 先生 對他很友善 你知道什麼叫Hospital Cave嗎 為什麼 就是醫院的洞穴 其實因為他們以前在大越戰 什麼各美國大越戰的時候 他們可能為了躲避上面的飛彈 哦對 然後所以說這個這邊的 Cave 這邊的洞穴只有用三連 廚房 看起來空空露營 東西都撤掉 這裡嗎 對 我們是那個廚房的位置 對 我們不要很怕 昨天其實有點怕 這種就是有戰爭過的 痕跡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總是會覺得 有很多人 就是 在這種狀況下受不受難 就會覺得有點難過 這個醫藥是嗎 這個醫藥槍 真的耶 哇 都空了 這應該是造型而已 魔術 會噴 我氣勢 你真的耶 所以這邊其實應該有點像是以前 就 我知道它因為有一些 防空洞 防空洞的那個系列 就是直接是這樣子 所以讓它飛檔 它是搭起來的時候 翻丟了 不會飛檔 我在想這個就是 其他東西 啥 到 我其實在Keyboard Map上 有現在看到這些魔術 我覺得這樣有點嚇人 這間是會議室 迷迭的地方 不然我們現在進來這邊很輕鬆 可是我覺得以前這邊應該是個額外 整棟火鍋 整棟火鍋 為什麼要先玩這個 這個是第二樓啊 然後現在就是 我把音樂出口 好聽 這洗澡的嗎? 這靠有姿勢而已 好聽 其實我已經有點怕了 欸它上面其實很好聽耶 我們那個可能是洗澡的 大家都一起都可以洗澡吧 謝謝你 這邊是二樓多大 真的 二樓平台超大的 我覺得他們以前用這種方式來躲避飛彈 真的很有效 難怪當初美軍打不太下來 喔 因為都躲在山洞 對 躲到山洞大 好恐怖喔 這裡濕氣超重的 這個二樓平台好大一波 真的 而且那邊還有東西 地方可以上去 因為二樓好大喔 對啊 而且很高 可以上去啊 不知道 沒有 太大了 所以進到就是往前走 二樓那邊 給我第一把他一起進去進去 我們這邊進去 對啊 這邊又突然被咬起來 他又被咬起來 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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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咬起來 這超厚的 我被沒進去 吃出來了 山洞 這個洞滿小的 對啊 它壓力好大 不過這邊表現像是歷史經典 對 我也覺得 不太過癢 可是還是可以來看看 就可以一天來排山這三個檢查 我覺得很好播 反正很笨蛋的地方 也是 然後他說這是在1963年到1965年 就是為期三年的美月大戰 又到了結尾的時刻 那今天謝謝收看 這就是我們卡巴國家公園的一日遊 沒錯!三景點一日遊 就是連連看 在門票分兩次買 大家不要忘記喔 那喜歡的話請歡迎按讚分享 別忘了下like 然後也可以分享給你最近 我要去越南旅遊 有朋友或是大家有北中南越景點建議 或是美食心得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See you Bye 歡迎來到Bobito的旅遊財蛋時間 首先跟大家分享 我們路上在卡巴島該玩什麼呢 路上的行程我們也可以從旅行社那邊買到 可是他們的路線就會跟我們的不太一樣 在卡巴島的中間這裡 其實會有一個爬山登高點 那周圍會有其他兩個Cave 一個Cave它是有特殊石灰岩的地形 那另外一個Cave叫做Hospital Cave 它是以前戰爭用的那種醫療的山洞 我們自己騎車就會這樣子騎車上去 就可以一天玩完然後再回來 通常旅行社他們會直接開車 載遊客到這個國家公園 步行繞過來之後 在騎頓的港口那邊搭船 然後再載遊客回來鬧區那邊 關於步行的時間差不多坐落在四五個小時左右 不過以我們自己經驗 我們會覺得說其實這些景點 可以考慮自己騎車過去參觀就好了 它下面這條黃色的這條路線風景很漂亮 大家也可以騎車去那邊看看東西 而且路況很好 它的路是非常乾淨的無油路 Cave這邊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我們覺得它消費者比下方低的一節 他們可能買兔兒 或者吃東西或煮蔬都比較便宜一點 也是我們第三個選擇Cave島的好理由 所以說這邊有非常多的西方遊客 非常的少亞洲遊客 可能是因為來這邊比較麻煩一點 我們那時候沒有遇到半個亞洲人 對 相信的就放在影片的結尾網站 我們會有額外的補充資訊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樣子囉 謝謝你的收看 那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See you 快點 快點 超在的時候 螺イ的挑戰 超玩的 不 valu 好吧 螺I告訴我 摩了包包 超級小 各位劇 這是盾